歡迎收看地球環境線 我是盈婷 您的舊房子想要裝修嗎 新房子要裝潢嗎 你拿到設計師給你的報價單 上面尺寸明細位置品名對好了沒有 要照單全收嗎 那可不 今天我們的裝潢特集就大家看門道 我們先來看到 如果你要裝潢的話 有幾個選項 過去常常會發生糾紛 比方說你找設計師 如果裝潢裝修遇到瑕疵怎麼辦 那你契約怎麼訂呢 那追加價款你要假 那你說那我自己找公班公投嗎 那如果偷工幾料 你看得懂嗎 還有宮崎岩大 你自己該怎麼辦呢 還有回過頭來看很多人說那我自己來處理好了 可是自己還是要面臨很多問題啊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找來建材達人還有木地板達人 直接現場操作給您看 老烏番秀我常常還會遇到一個問題喔 最基本最基本喔 幾乎每一家裡頭都遇過這個問題 木地板如果有重鑄我要怎麼樣注意呢 那我們當然是要避免不要讓它受潮 如果受潮又要怎麼處理啊 凸起來 或是家裡有小朋友玩具 砰 木地板就出了狀況 所以這到底我們要來挑選啊 尤其是大家現在都以健康為王道 你怕假醃的話我要怎麼挑呢 那事後如果進來的話我怎麼去除假醃呢 今天全面先來分析囉 現在我討論好朋友包廚國律師蔡志雄 品妮好 大家好 以及木建材大廠副總林大正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好 漂亮家居總編輯張立寶 大家好 第一階段建材達人老師張鳳如張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SMART總編輯朱季中阿鐘哥 黃金線裝潢特輯第一階段先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裝潢的話 你會先出現一個問題 到底我還是我乾脆自己來 那找公班你玩得過他嗎 如果他是很暗黑的那一種的話 那如果真的要DIY的話你搞定自己 但是你要確定你東西是做得夠好 所以問一下阿鐘哥啊 這到底我要找設計師還是乾脆自己來 我覺得我們這邊給大家有一個這個 如果你要自己做DIY你要取代設計師要自己做監工的話 你應該要自己測試一下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好那第一件事是什麼 你要先看一下你對這個工法熟不熟悉 我覺得第一件事你要看得懂施工圖 好就是我們這邊給看一下 你知道這個哪一根柱子要怎麼畫 你看得懂嗎 我看不懂 你看不懂 這個就是第一個麻煩 因為我現在常常連我去這個 我常常我家附近有一個 號稱都是用檜木做的家具 然後我每次都跟他講說 欸你有沒有 因為我想買一個鞋櫃 因為我看了市面上很多鞋櫃 我都覺得做得不好 我想去那個檜木店對不對 我想說請他幫我弄一個鞋櫃 他只跟我講一句話 你畫個圖給我 我當場就傻眼了 你畫給我看我不一定看 我還要畫給你看 第一個你要畫圖 好這件圖你自己看不看得懂 因為設計師幫你畫的圖 或誰幫你畫 工頭幫你畫的圖 你這個圖你要看懂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你有沒有時間 這個時間我覺得是我們現在上班族 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尤其是很多的細節 好那我們今天當然 我想等一下我們談那個鋪地板 我等一下用力給他畫細節 那個地板我覺得就是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因為我 我們家當初在鋪木地板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講說 木地板會不會返潮 那返潮的時候要怎麼避免 我想等一下大哥來解釋 像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去盯那麼多細節 那我都不用上班了 好你有沒有時間 這是第二 這個第三個 第二個 第三個你夠不夠果斷 這個所謂果斷是什麼 因為我們很多人 可能會覺得 朋友會覺得說 我去殺價我很會 我買東西我很會殺價 我去菜市場 要一根蔥 要一根蒜我都很會 對 可是我們現在要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裝潢的東西 我覺得最麻煩是什麼 今天做完了以後 油漆 好 擦不好 我重擦 換換顏色也就算了 可是很多東西 木做的東西 天花板 你已經做上去了 你要把它拆了嗎 是啊 你拆了以後 那個又是成本 又是時間 那而且又碰到很多的工法的設計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些非常困難的問題 那我覺得你要稍微測試一下 如果你今天又有閒 又有時間 你本身對裝潢又有很有興趣 你連施工圖都看得懂 那我覺得應該是OK 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沒有的話今天就一定要看黃金線的 等一下要教大家 寶姐我常看你們家雜誌 畫得美輪美幻 每張照片都有夠漂亮 我說拿了這個 就說我們家照著上面來 很多人想說名家設計 可是最後我怎麼送出去給設計師回來了 不太一樣 大家想像都會有落差 一定是會有落差 因為坦白講我覺得有時候 設計師其實也不一定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然後你表達的 設計師也不一定聽得懂 其實我覺得最明確的方式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這個設計師的作品 本來就是你也很喜歡的嘛 然後所以你可以拿你喜歡的照片跟他討論 那就會比較明確 那最怕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找工班說 因為工班不一定理解你的東西 所以最好的方式我覺得是 用圖來溝通是最好的 用照片溝通是最好的 照片是第一階段的溝通 第一階段一定要做到 後面還是得畫圖 是畫圖 那剛剛那個朱總妳剛剛講的 就是真的 平面圖其實很多人都看不懂 很多人都看不懂 所以其實要裝潢自己真的要具備有這樣的一個能力才行 對 自己要小心然後也要多拔問 你才知道自己哪裡卡住 就是你自己要有知識 才有辦法應付這一切 對 因為我知道像我有一個親戚 他是台中人 那他那時候就覺得他要省成本 那他自己是因為他自己修理東西 就是賣機車的 所以他對於這個畫圖啊這些他有點概念 所以他做了一個很省成本的方法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回台中鄉下找工班 然後他包了一個旅社 就是包了幾間房間 讓工班來這邊睡兩個月 就負責幫他們家床 這樣還有省喔 我付他們睡兩個月的這個旅社還能省喔 工資差很多 因為北中南工資有差 喔 我是不知道 你如果找那種在鄉下可以見廟的師傅 刁樓動他都會 然後來台北 因為在台北很多木工找不到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麻煩在哪裡 就是工頭 你自己要當工頭 是 你可不可以自己當工頭這件事情 就很關鍵你要把工班組好 你要能夠監督他們 然後你也不能太涼光喔 你指揮他們 他們想說哇 這些好像有點不是很靈光的 尤其是資深的這些師傅 他就跟你講說 你畫圖啊 你畫給我圖啊 我照著你的圖來施工啊 可是你能不能喊得動他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只要三兩三才有辦法 對 因為其實他講自己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你看 你自己如果沒有知識 設計師 如果你找的風格是這個設計師 本來就會 但還會想的都一樣 最怕你找的是工頭 工頭就是 看了之後 他不一定做得出來 可是他都答應你說做得出來啊 他可能就印著頭皮給你亂做了 印著頭皮給你亂做了 印著亂的明明是到鄉村風 最後你做的城市 那個古典有樓 古典還可以接手 如果真的給你做 那就是什麼都不是 好 告訴你 今天我們有車子塞的來 師傅 妳前面這些木板 可不可以先教我們認識它的種類啊 是 妳好 好 現在一般裝潢用到的板材大致上分成四種 那我面前這一塊就是盒板 盒板 這就是盒板 盒板一般是用在裝潢的天花板或者是隔間用的 那盒板它的材質就是說 就是木皮 它削木皮 木皮是用激素層去黏貼起來的 激素層 所以這種板材叫做盒板 盒板 薄薄的 它也有厚的 再來就是 這一塊就是木心板 木心板 木心板它也是里外兩片薄的木板 中間夾實木條 里外兩個薄 看側面來看 里外兩個薄板 中間夾實木條 有點類似這個薄的這種 中間是實木條 所謂叫做木心板 木心板 它這個實木條它是一塊整片那麼大嗎 沒有 它是一條一條去拼起來 是拼的 對對對 一整片的話 那應該就貴了 成本都很高 這是涉及到價格了齁 這是一整塊一整塊 一個拼起來的 再來這一塊就是密底板 密底板 密底板 所謂密底板它是用木頭 木屑呢 攪碎了之後 然後 然後 經過煮過 所以我告訴你要這樣看 就是灰漏漏的就是它組合起來 對對對 有點像組合牛的意思嗎 就是有很多木頭組合起來 那個意思 對 對 泡水的話 泡水的話怕會爛掉 這是要看用的地方 對 密底板很大的缺點就是怕潮濕 對 你空氣潮濕的話 久的話它就張開了 所以要看你用在什麼地方 對 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用 可是那台灣其實就滿潮濕 適合這種東西 其實現在很多的組合家具 都是用這種材料 因為它比較便宜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是 家裡面的環境潮濕的話呢 你要考慮家裡裝一台除濕機 除濕機至少可以幫助它延長壽命 對 如果你把地下室就可能不太適合 地下室的話就不要考慮用這一點 這個容易就會出狀況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偷工的時候 會用這種方式 對 它用這個來講裝這個 所以我們也可以去檢查 不要回漏漏的 是組合出來的 沒有啦 你根本看不到吧 對 它就外面都包 它外面都把你包皮包掉了 外面都把你貼皮 你就要去看了 所以說你裝網的時候 最好是在現場監工 至少監工這件事情 我一定喔 第一時間做這個動作 我就可以去看了 看得出來 再來另外就是石木 石木 石木 石木一般都是也是做這個櫥櫃 桌子是用的 但是它單價比較高 對 所以說你的要求 如果說你的要求品質要好的話 就用石木去做 這貴鬆鬆啊 對 它是比較貴 所以你可以考量下去 價格有差 對 這一種的 那下面這個就是 這個一樣 這是盒板 盒板就是薄的嗎 這個兩面不一樣 這個是有貼皮的 有貼這樣子的 外面的貼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很講究健康 就家裡有小朋友你會講究健康 那家裡有老人家更要注意健康 所以副總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以健康為出發點 像是甲醛含量越低越好 那我們要怎麼挑 沒錯 其實現在甲醛含量的問題 國人都非常的關心 那相信買房子你都會想要裝潢 裝潢不外乎為了兩種問題 一個就是美觀 第二個就是實用 那剛剛有提到很多的板材 事實上這些板材 它在製作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它裡面有很多的膠 那一般我們叫它叫做尿塑膠 尿塑膠 對 那尿塑膠 它要增強它的強度的時候 它就必須加入什麼 甲醛 這時候這些板材 就很容易含有甲醛 那依照行政院衛生署 那制定我們的室內防護法 那甲醛的含量呢 必須低於0.08ppm 那如果說你的甲醛含量 各位可以看一下 高於0.08 一般在0.08到0.2之間呢 對人體是沒有太大的傷害 但是只要一旦超過的話 它會刺激你的呼吸系統 甚至會影響你的身體的 一些所有的免疫系統等等 都會去受到很高的影響 所以為什麼大家現在 慢慢地去注重剪的原因在這 勾渣其實沒有注意 那房子一裝潢好進去 噢有個味道 然後開始是頭在暈了 這就是甲醛 甚至很多人會想要說 我裝潢完應該要放一些什麼 鳳梨啦 咖啡渣啦 還是什麼 茶葉渣啦 來去改善它的味道 事實上它只是在 欺騙你的身體而已 你壓掉味道 你沒有壓掉甲醛 你還是吸收進來了 所以身在這樣的狀況 我們政府單位其實也很認真 制定了一張我們甲醛的 含量的標準的規範 針對剛剛有介紹到的這些甲板 它通通都有去做一些規範在 那以台灣的標準來說 其實F1 F3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指數 包含從日本的等級 台灣的等級 歐盟的等級來說 其實台灣的標準已經是全世界最嚴苛的標準了 雖然我們規定進口是在F3 可是像板材類它有F1 F2 F3 你消費者在選擇的時候 為了你的健康 還是建議你選擇最高規格的F1 這樣對身體的健康來說 才是最有保障的 那坊間常常有聽到 所謂的什麼E1啊 E2啊 這是歐盟的標準 那其實歐盟的標準 它的最高等級也不過是E1 那E1 這是F3去的是不是 對 它其實是台灣 台灣F1的五倍啊 所以其實E1 歐盟為什麼它制定的標準沒有制定的這麼高 因為歐盟它屬於大陸型氣候 所以它的甲醛釋放比較不會這麼的容易 但是在台灣呢 我們屬於海島型的氣候 溫熱潮濕 甲醛就非常容易的散發出來 台灣官方的這個標準來做判斷 比較能保障自己 沒錯 而且台灣的甲板標準 它在進口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甲 它在後面都會有蓋一個甲板的桑 上面一定會 告訴你它的甲醛釋出量是多少 所以各位當然 剛剛有提到裝潢後 你會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當然不會 不會 所以要去現場什麼 驗貨 它一旦裁切下去 你也看不到了 所以當它板材 四乘八尺的板材送來的時候 各位消費者就可以到現場去看 每一片四乘八的甲板 它一定都有這個標章 這至少我們眼睛肉眼先看到對不對 對你會先看到 一定要注意這邊 所以今天如果你跟設計師要求說 我要的深的白 它跟你說我有用 我有用 我用的可能是比F1更高的 所謂人家講的什麼F0啊 E0啊 事實上這些都是一些 嗯 行銷的手法 根本沒有這樣子的標準 所以很容易就被它呼嚨過去 還是照政府標準會好一點 因為台灣的甲板 95%都是進口的 台灣做甲板的畢竟幾乎非常的少 那台灣在進口甲板的時候 是逐批檢驗的 嗯 所以它的標章是很有 公信力的 而不是其他的板材 它講它F0 講它E0 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公信力的認證 去證明它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嗯 所以找木工我們自己可以監工自己看 它的身分證言有沒有 清清楚楚的在上面 沒錯 蔡律師那這樣我知道 我到底在裝潢的時候 我要找木工好呢 還是就是買那種現成的家具 或者是乾脆就是那種系統櫃 我到底要怎麼去注意啊 其實我今天來就是那個DIY的代表 什麼DIY的代表 蔡律師最厲害 各種小組 要省錢嘛 其實我覺得那個家裡裝潢是像什麼 像整形 整形你會自己來嗎 整形我們就交給專業的嘛 我們自己能做什麼 就是一些那個化妝 把它美化的工作 是 對 所以我就發現啊 其實另外一個思考就是說 系統家具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啊 大家可以看到 系統家具它也是會來你們家啊 會量你們家的那個尺寸 剛剛提到說設計師那個平面圖啊 其實系統家具它也是有喔 那有這個圖之後 你可以跟它討論說 我這個位置要做怎麼樣的調整 其實這都可以討論的 另外啊 系統家具也可以裝那個砍燈啊 為什麼我們今天早知醫師 整個弄起來漂漂亮亮的 很有氣氛嘛 系統家具可以做到有砍燈 可以用砍燈啊 這個可以喔 但是它叫做那個系統家具嘛 所以除了家具以外啊 你們家的電線要挪 它會不會幫你處理 不會 所以就要自己來動手囉 那像這個地方啊 有的時候你這些櫃子貼上去啊 結果後面是那個電線啊 電話線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自己要用這些工具 像就是把那個 陪你徵戰多年的給機門是不是 你看這個 都有歲月的痕跡了 細字 對 這些東西啊 其實是裝那個系統家具必備的 氣質 就是有平面的跟實質的 那另外它都會附這些工具 所以有時候你那個系統家具裝好 這個東西不能丟喔 為什麼 因為過一個人會鬆脫 或者是你想移位的時候 所以你要這個工具還是派得上一場 另外我覺得我們家裡面啊 就是除了你系統家具 像這一面搶有沒有 就是那個橘色的 欸 跳色很漂亮喔 這個是我漆的喔 看一下 有沒有很專業 有沒有 這個白的就是白的 然後橘色就是橘色 怎麼這麼厲害 可是我自己漆都會給它中間那個混在一起 對嘛 你的手會抖嘛 我的手不會抖是這樣嗎 不對 因為是有工具的 這個是專門那個油漆的膠帶 你先漆完白的之後啊 你這樣給它黏過去啊 黏過去一條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給它那個撕掉 然後撕掉之後 你就下面就漆橘色的 那漆完之後 把這一條這樣一拉過去有沒有 那不就是那個一直線嗎 就很整齊嘛 這是跟我們做那個指甲彩繪一樣 這裡黏著然後這邊塗白的一樣 所以不是師傅厲害 是你要用對那個工具喔 對工具 對 還有啊 這個系統家具很重要的一點啊 這邊兩個圖有沒有看得出來 是同樣一個角度 那哪一個比較漂亮 陰廷覺得 我比較喜歡明亮一點欸 說真的欸 你說白白這一個喔 對 你裝之後它比較有溫暖感 這個是燈光的感覺啊 就是說其實系統家具會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會白白的 都沒有那個家庭的溫度 要有層次的話 對 你要做一些那個美化跟布置 還有用燈光去那個搭配 對 然後電視進來 另外喔 系統家具這個缺點就看得出來了 它沒有辦法做到頂天啦 對 那我們裝潢一般的櫃子 一定是頂到天嘛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頂起來也好 你知道嗎 男生有一些那個私房錢啊 突然你說 隔起來要藏到哪邊去 就是去蔡律師家 就直接往他們頂天的地方挖一挖 對 你會不會在那裡放那裡 就是如果你介意的話 你用完系統家具 也可以找那個目光把它定起來 不是跟裝潢一樣 又有砍燈啊 也是到頂天啊 但是省很多錢喔 對 這個部分的費用差很多喔 差很多喔 對 但過年的時候手就要進去揮一揮 就會積揮一層 我以為說看有沒有私房錢 兩者兼顧 二 因為系統家具 其實有分國產跟進口 所以你們自己要分 因為有時候有些進口 其實一點都不比 木工是做便宜的 有啦 我都要比價 就要比價 那個有的好可怕你知道嗎 一個衣櫥喔 竟然就要二十幾萬 我想說天啊 我弄一省間也不到二十幾萬啊 所以那個價格的確差很多 可能也不用這個錢喔 可是它那個材質很好啊 幾乎是等於那個原木的 另外再分享一下 系統櫃有很多都是碩盒版 跟剛剛大家有提到的密碟版 所去製作的 因為它想要把價格低一點 讓大家能夠去接受它系統櫃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它的甲醇含量 是遠高於甲版的 所以各位如果是用系統櫃 當然也有 剛剛也有提到 有比較好的系統櫃 但是它的系統櫃 通常它就會講 各位注意看坊間的這些系統櫃 它會講什麼 我有歐盟一零的標準 這又是廠商的一個行銷的手法了 所以如果說它真的有 要各位在選購這些系統櫃 或選購產品的時候 請它提出證明來 它有沒有證書 它有沒有我們的進口標章的驗證 或者是它有沒有 它在說它有濾建材 它有沒有是不是真的有濾建材的標章 濾建材的認證 這樣子才能夠確保 我們買到的東西是花的值得的 對 不要被畫樹片了 對對對 好 我們看到木質的板材那麼多 我們剛剛教大家分了 現在就是我如果真的要處理的時候 要怎麼做 而且我要避免它的甲醛很多 有沒有一些小撇步 誰的給我剪著呢 它大致上有分成兩種 像這種粗燥麵的 粗燥麵的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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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這個 除甲醛的這個噴劑 它有直接的噴劑喔 對對對 就直接噴在 對著它噴喔 對 整個面噴 然後再用抹布擦嗎 粗燥麵的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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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噴過去就對了 對 全部面都噴好之後呢 靜置30分鐘 對 這個是粗燥麵 那如果說 有 比如說有些板材 表面有見過處理的 貼皮的 貼皮的那種 那又是另外一個噴劑 對對對 賣場就可以買得到的意思 賣場就有 了解 處理好之後 或者是假設你就是要做這種實木的齁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做定層板 那呢 先找你適當的高度 適當高度取好之後呢 假設是要適當梳的話 差不多高一點點了 適當的高度呢 我們又把它 喔 怎麼樣丈量這也很重要喔 喔 水瓶點要找出來 水瓶點 對 等一下喔 這裡就是把它固定住 然後找出水瓶的地方 水瓶點 好 怎麼看啦 中間 中間有一個氣泡 氣泡要在中間 對 氣泡要在中間 那表示說它已經水瓶了 水瓶點找好的 畫一條線 喔 用鉛筆畫一條線 水瓶點 好 這個就可以拿掉了 就找到位置喔 對 然後呢 做上記號 做記號 喔 那個兩個要釘的點做記號 對 因為今天後面是木板 所以呢木板呢 只要用電動起子就可以啦 那如果是水泥牆的話 你可能就要 用到電鑽 電那個電鑽也可以用租的 不用買的 對 你果然是省錢達人喔 哇 電鑽可以用租的 對 好 那等一下喔 來 師傅我這邊讓開來一下 這個一樣位置都固定好了 那兩個點固定好了 我們就來動工 因為你為了所一個成價 去買一個電鑽 也許會比較不好算 對 用租的 可以用租的 一百塊就有啊 上面也是 對 這個水瓶是很重要的喔 現在自己DIY 它長斜的歪了 你真的麻煩喔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水瓶給上量 都不來了 抓好了 所以我們一樣也是記號 大開始 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喔 不是弄好再放上去就好了 沒有 大概要比一下它兩邊的距離 讓它對稱 喔 對對對 OK喔 OK喔 我來小幫手 然後就一樣的方式再把它固定住 對 兩次都是先下再上 是習慣還是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成功了 好了之後呢 再把板子放上來 哇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喔 要不要再鎖釘一下 下面還要再鎖釘子 還要再鎖釘子喔 喔 它那個釘子都會鎖釘子 這裡 總共四個螺絲孔 對 這裡還有 這樣就好了 答案都在上面 它有幾個洞 你就把它封起來 把它鎖緊 這樣就完成了 大功告成所 可以跪在這邊 沒有問題 還蠻牢靠的 就是在自己DIY 其實沒有那麼難 可是如果像是有些人挑木皮板喔 林副總在木皮板 他自己在裝的時候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啊 我先 再分享一下 剛剛講到說 除甲醛的問題 事實上你買這些盒板回來 它 假設你選擇的 不是F1的板材 而你用市面上一些 所謂的除甲醛劑 或者是什麼 光醋煤劑 等等的使用 但是 甲醛的含量 含在板材內 它慢慢釋放出來 會高達3到30年的時間 所以你會變成怎麼辦 你可能 三個月你就要去塗一次那個 三個月你就要去塗一次甲醛 但它還不見得能夠 那還不如一次就買到位的齁 沒錯 因為你一輩子都還在環保 你要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裝潢得那麼漂亮 但你卻要花一點時間去做這些 塗整的工作 或者是去塗甲醛的工作 事實上這樣子是不划算的 可是應該是 即使它稍微貴一點點 但其實也貴不多 大概一層到兩層的價格 那你既然都要裝潢了 一輩子就不過買這麼一次房子 都要裝潢了 應該在材料上 要去選擇好一點的材料 有些父母真的小心翼翼 想說我都買F1 那我有沒有需要再給它噴一點 除甲醛的 當然要這麼 這麼小心翼翼到這種形式了 其實F1的濃度 它等同於大氣中 甲醛含量的濃度 其實大氣中就有含有一些些微量的甲醛 對人體是無害的 除甲醛劑 它現在其實還 現在並沒有很明確的一些規範 所以其實而且甲醛其實是含在板材內 就像剛剛副總講 它其實是會隨時間釋出的 對 所以它現在人除可能是表面而已 那我們先謝謝張大哥幫我們示範 先坐回位子上 那副總如果是像木皮板呢 我們要怎麼注意啊 我們其實木皮板大部分它就是 既然講到木皮板 它就是木皮貼在甲板上 所以它的外表可能會像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塊 它有天然木皮的感覺 它是有木皮的紋路 然後很多中國人都喜歡木皮 那這種會有兩種狀況 一種叫做什麼 未上漆的木皮板 表示它是木皮貼在甲板上 然後你在現場 就像剛剛師傅用的 做成一塊板材 然後再來你請油漆師傅 進來上漆 可是這時候 又遇到了健康的問題 油漆更毒 我真的不喜歡在家裡 它裡面除了甲醛以外 還有甲本 泥本等等的 一堆東西存在 而且裡面 甲醛含量是嚇死人的高 所以 如果真的要用木皮板的話 還是建議選擇使用 皮已經貼好了 它在工廠裡面 用UVC環保塗料 幫你塗好 等一下全部該做都做完了 沒錯 才到你家裡面 這樣子 不但它沒有毒素 而且它還防火 還抗刮 它不會去撞到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真的耶 可以玩具掉上去 也不會打 就算是這樣的工具 在上面畫 真的喔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你再來做你的這個 櫃體啊 或者是你的 甲板啊等等 它這樣子的 美觀跟實用的效果 會更好 其實台灣的材料 裝潢的材料 它很貴嗎 如果你單一跟甲板比較的話 跟一些比較劣質的比較 它的確比較貴 但其實整個裝潢最貴的在哪裡 工錢 對啦 台灣最 所以裝潢材料 裝潢材料大概佔你 裝潢費用裡面 大概五分之一不到 其他的都是工錢 所以我自己就買過那個油漆 那種很便宜的 你漆完之後啊 家裡連續 一陣子都那個很臭的味道 後來我買那個 油漆真的是貴了三倍 真的貴了三倍喔 可是漆完啊 從漆的時候 到漆完以後 都沒有味道 所以我覺得為了健康 有些錢是要花的 真的 那這個就是 等於在工廠幫你貼好皮的意思 對 它該處理的話 外面處理 它當然比木漆碗 當然貴嘛 可是如果你其實 因為其實大家都誤會 我們貼皮完 還要再上漆 其實工法是很繁複的 對 可是我想寶姐竟然來 特別問寶姐 像我們的監工到底要怎麼注意 這樣說起來 板財有的像寶藏一樣 我們是不是很愛惜對不對 可能被調包吧 所以我就說你自己 坦白講喔 如果是 我覺得最 最源頭是第一個 你一定要找到 你值得信賴的設計師 跟你信賴的工班 這是最源頭嘛 因為它 它如果是有良心 你就不用擔心嘛 再來就是說 到貨的時候 你一定要驗貨 譬如說其實現在板財後面都 如果借一下 它會標示 它會標示 它會標示像F1啊 那還有一些像有一些 像有一些調包 像之前有發生細酸鈣板 調包 那個美化 氧化美板 那其實後面都有寫 啊 所以你自己如果去看 我也會發現 對 你自己板財到貨的時候 你要驗貨 那有的驗到更詳細的是怎麼驗呢 就是根本就是把那個板材有沒有 一塊一塊的立起來 如果有色差 它會請你換 對 你講到色差問題 像這種板材 如果是在外面已經就是處理完的 已經都貼好了這種 基本上就沒色差問題了對不對 沒錯 其實裝潢還有常常 剛剛有提到說 裝潢會發生糾紛 為什麼 例如我是業主 我跟設計師講 我想要的是 桃紅色 今天如果你不是使用塗裝好的板材 而你是現場 用噴漆的方式 它的桃紅跟我的桃紅 有一定的落 甚至說 我可以打個樣板 我就是要 主持人口紅這個桃紅 可不可以 可以 問題是現場噴漆有太多太多的變音 它噴出來不見得會是這個色 這時候就會有糾紛了 下手再重一點顏色又深一點 對 你選擇已經塗裝好的東西 還沒做之前 你看到 這不是我要的 大家不會有糾紛 拿回去 你再重送就好了 對 那我看到是什麼顏色 它裝潢就是什麼顏色 也不會再糾紛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糾紛 對 因為學問還真多 那現在很多人老屋要翻新 如果地板容易凹凸不平 尤其是裝到木地板 要怎麼處理 等一下教大家解決囉 我的小情人最漂亮了 沒有人配得上他 就算他當上大明星 他永遠還是我的小寶貝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 找不到另一個男人比我更愛他 你會不會想太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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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6 Turbo Eco Hyper 世界首發 歡迎麗玲賞車 LuxGen 天空女全台 亞洲下載量突破三千五百萬 天候蔡依林 請力推薦 真動作RPG 首次遊戲 No.1 FLY 太極熊貓 女王降臨 追名菱琴 生 菱琴波 2015 A前三十演唱會 5月16 On Style FERIO FERIO FERIO請贊助 全喝啟多娜 才能享受黃金歲月 別讓健康比你還早退休 啟多娜 懂身體 顧整體 啟多娜 台北國際名牌精品展 最下OLED 15到18 世貿三館 厚 脆 清 濃 黑醬後進堡 黑醬烤雞堡 後進美味 近在漢堡王 汗臭味總是洗不掉嗎 脫米勒 日本獨家奈米科技 徹底深入分解汗臭 獅王米勒洗衣精 長小一瓶 超能洗 獅王奈米勒誰敢想看他 您現在收看的是 TDBM 無線衛星電視台 哇 所以還是有小黑文了 講完又怕小黑文嗎 快用 滴米小黑文仿文意 輕鬆組合小黑文 就是有效不怕丁 滴米小黑文仿文意 心萬人關心千萬人 好 請問 女性的勇者 如果你們 誰會我 敵人 再三個月 所以 有什麼 大家可以滿足的策 可以 我 我 做伴侶 更加速度 更加速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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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指標 台北婚紗博覽會 十五到十八 世貿三館 不可思議的魔幻奇蹟 讓愛戴蓮從此青春有足 最浪漫約會電影 我沒有想到你 我沒有想到你 你沒有想到你 你沒有想到 五月八號 時空有恆的愛戀 母親節來高島 買按摩衣就送泰國機票 再抽兩萬元現金 TAKASHIMA 母親節來高島 買按摩衣就送泰國機票 再抽兩萬元現金 TAKASHIMA 第一不是目的 將節不是巨蟹 我們追求的是定義世界的資源 因為心多強 世界就有多寬廣 柴油修律第一品牌 Jong Day All New Santa Fe 智慧行動尾門 全新上市 當子一久總是會有一些問題 假設你家是木地板的話 是不是有看到他有點凸起來 或小孩玩玩具丟一樣 突然間就出現一個凹洞 或者是被重鑄 或受潮不太平 這一階段 我們直接請來木地板達人 林平易先生 等一下教我們怎麼來施坐 不過在此之前跟觀眾朋友 提醒一下林副總 木地板挑選那個材質跟價錢 都是有差的對不對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那我們要怎麼挑 其實木地板大概 現在台灣來說大概分三種 我簡單的舉例 第一種像這一種 它叫做實木地板 等於它整個各位可以從側邊來看 整片都是實木 是 就是用實木去做的地板 那第二種呢 大概就像 這一種的海島型的地板 那海島型的地板 它的底下就是甲板 它有好幾層的複合甲板 然後上面有一層厚厚的實木皮 是 那再來更長期大概像這一種啦 各位剛剛有看到的密地板 然後上面貼一層塑膠 就是所謂的超耐磨地板 那這三種地板有什麼 優缺點呢 以實木地板來說 一般這屬於比較老一輩的人 喜歡用實木地板 對 原因他們是認為說 我實木地板久了 我不喜歡了 我表面把它磨掉 然後再上一層漆 它又跟新的一樣 但事實上台灣現在人這樣子做了 因為這個工法跟工錢 跟你造成的環境的污染太高了 而且實木地板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它會熱脹冷縮 那它熱脹冷縮的情況下 你原本拼好的情況 它因為熱脹冷縮會導致你突起 喔 這是我們剛剛的照片看起來突起的原因喔 沒錯 所以台灣是一個溫熱潮濕的環境 所以原木要做地板 其實失敗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在私做的過程中 要非常有經驗的師傅 去知道要留多少的伸縮縫 那通常一般的師傅 你私做什麼地板 他根本沒有那麼去注意它 而且這種工法已經慢慢在私船當中了 越來越少人願意做了 越來越少人願意做了 重點是貴齁 實木地板非常的貴 不環保不健康 因為你如果磨平會傷害到你的呼吸道 沒錯 所以才會去發展出適合海島型國家的這種 海島型地板 也就是所謂的複合式地板 它的甲板 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個實木熱潮冷縮的造成的效果 所以它改成甲板 但是它上面的後木皮呢 又有實木的質感 對 所以目前台灣盛行的還是屬於這種海島型地板 那海島型地板的好處呢 就是 第一個它不會影響到你的施工的狀況 而且它的表面的木紋是非常非常受消費者喜愛的 還是有實木感啊 還是有的 看起來真的就是像實木感 那目前以前早期的地板呢 都是屬於做平面的 對 就是所謂的表面 就像我們這塊板材一樣 它表面是平的 那最近就流行了一種 所謂的手刮地板 它的表面是有弧度的 踩踏起來呢更有那種 站在原木上面的感覺 木紋的感覺 對對對 好自然好健康的感覺 那再來分享剛剛講的 超耐磨地板 超耐磨地板 顧名思義 顧名思義 我又要拿起子 沒錯 隨便你刮 超耐磨 真的耶 可以隨便磨 超耐磨的缺點 剛剛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我們就有提到 它很怕潮濕 它很容易撥起來 所以你的防水 其實做得再好 它都會從你的接縫素 去侵入 所以超耐磨地板的缺點就是 它很容易 就產生你地板上不平啊 捧共啊 等等的問題 認識完木地板 我們直接來施做好 我們平常時如果自己要操作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啊 好的 就是基本上 我們如果說想要自己做 木立板的部分 那當然 木立板 我們剛才林副總 介紹過一些它的分類 一般的分類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分類 你想要自己做都可以來 像比如說你可能想用石木地板 而自己做 但是它第一個就是 那種工班都不一定做得好 對 它其實相對來說 對我們來說會有點嚴苛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說想要自己做地板的部分 當然其實一般目前 坊間市面上的還是 就是等於是買超耐磨地板 它在於自己私做會比較簡單 第二個就是也是 價錢方面會比較便宜 對然後地板還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超耐磨地板大部分是做卡扣 索扣式的 它用索扣式的 就是兩片卡上去 嗯 然後鋪在地板上就可以 它不需要說 可能在邊邊要黏膠 或者說像是下面要下個 也就是說我們要DIY它的難度就是最低的啦 對 以相對來說目前DIY它的難度是比較低 可以讓我們自己超 嗯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一般來說基本上呢 大家就要來做 自己想要自己做DIY地板的話 對 第一個就是你的環境的部分 可能要做之前 當然要先整理一下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它整理完之後呢 你可能需要的第一個就是 這個 這個叫做塑膠的防槽布 防槽布 對因為防槽布 第一個防槽布要鋪在地上做墊底 會墊底的原因其實在於說 就是有可能我們地板啊 可能有一些水氣濕氣的部分 所以它需要 它墊在地板上呢 它可以就是 就是阻絕一些就是我們地板上面一些 濕氣去影響到那個木地板的部分 好 然後再來 對防槽布鋪完之後呢 當然 因為我們空間一個關係 所以有時候你的防槽布 可能一條不夠 你要鋪第二條 那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說你要鋪的話 它第二條 記得兩條要做膠疊 不要兩片兩片直接這樣 靠旁邊直接接過去 中間膠疊大概15到20公分 哦 那它overlap一點點 對 那兩邊這樣可以拼 這樣可以拼在一起 然後來第二個就是 就是如果當然要做 DIY地板的部分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下面啊 當然不可能 地板它會長像這個樣 嗯 那當然呢 它如果說木板直接鋪在地板上 有時候可能 會有連聲音 或者是說踩下去聲音會特別大 所以呢 它通常下面會可以墊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泡棉 就是它們叫做吸音的泡棉 可以墊在下面做隔音 但是呢 有的地板它其實現在 有的DIY 可以DIY型的地板 它會比較鐵型 它會幫你把那個泡棉 直接做在上面 哦 這個是有做的是不是 對它已經把它拼上去 對 軟軟的在這 它已經把泡棉出在上面 所以等於說 讓消費者 對 你少做一個工 對 現在這個防潮跟這個都做在一起 這樣我又少一個工了 考慮一下 然後呢 接著呢 接著再來就是 確定完了這些東西之後 再來我們就要準備去做私做 一般來說我們在於私做地板部分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是從門口 做到裡面去 從門口往裡面 因為有時候板子的尺寸是固定的 它不可能都合乎你家裡的規格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些裁切的部分 那裁切有可能切偏偏 有可能切中間 那等於說 你在門面進去 門面是最好看的 對 那你兩側會收邊 現在在旁邊的部分 它看起來比較美觀 那一般地板的部分在做的時候 等於就是說 第一它的片數是這樣 第一片 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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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是第二片 這個地方就是假設已經overlap的防潮布 對 假設 簡直就是像在拼圖一樣 它就是剛好一個可以卡進去的那樣子 然後基本上這樣拼的時候 在第三片的時候 就是它一般來說 就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它不用 不用說是這樣子對齊拼 而是說 中間通常這邊呢 你就看每個人 有個人這邊可以留著大概二十公分 或三十公分 就是你自己抓個位置 第三片就是這樣卡在中間 對這樣子 然後呢 稍微壓一下 這樣它板子就會卡上去 就會像這樣子 那假如說你在施座的時候 有時候發現說 板子怎麼卡都卡不進去 就像翹翹的 你可以準備一個就是小小那種膠槌 不要拿鐵槌 要拿膠槌 膠槌沿著旁邊 旁邊輕輕的稍微敲一下 把它打進去 但是記得不要打太大 因為他們這種耐摩地板 是靠筍扣去卡的 你打太大 你把筍扣打斷了 那你這個板子等於就沒有用了 好啊 了解 就這樣一路這樣拼接過去就對了 就這樣一路拼接過去 對 然後就是它有在 就是這邊拼完之後 可能這邊會再拼一個 它就變成說有膠疊 它板子就看起來會有交錯的感覺 就是比較沒感啦 那保養上面要注意什麼嗎 保養的話 其實因為超耐摩地板 它優點就是耐磨耐刮 那相當來說 其實它上面 因為它上面也是人造的那種皮 所以等於說 你如果說要保養 像有人說買木質精油去保養有沒有用 其實它沒有用 因為它等於上面那層塑膠皮 你把木質精油塗在塑膠皮上面 一般的拖地就可以了 對 一般的拖地就好 所以我高跟前上去也沒問題是不是 可以可以 就這樣踩 這樣踩也沒問題 因為超耐摩的對不對 其實坊間的所有地板 包含實木地板 海島型地板跟超耐摩地板 它表面的硬度都夠 都不需要做特別的保養 大概都是清水拖過就可以了 拖把拖過就好 它表面的耐厚 耐刮耐摩的程度是非常的高的 是 所以不用怎麼打蠟啊 這個不用 超耐摩不用 千萬不要 你說包括實木那些都不要 都不用 或者是 你就是這種地板就是 反正就是一般的拖地就好 因為我家也用這個啊 不管超耐摩地板 或者是一般的海島型 或者是木地板 都不要打蠟 其實打蠟是傳統的做法 對 傳統的實木地板它沒有上漆 它沒有上這種環保漆 它是用一般的噴漆 或者是一般的自然油 所以才需要打蠟去保養 那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那如果說 譬如說我們那個 大發有時候不小心刮了一下 那那種刮痕你要怎麼去處理它 所以才會剛剛提到 手刮地板 哦 手刮地板其實你凹出起伏 你有一點點刮傷 其實 它是 要很利的 我們今天其實很大力的刮傷了 它真的刮傷了 很頭恨的刮傷了 你把它磨平後 塗一點點 我們那種叫修補易 它其實 我看 它真的不太出來的 你剛剛有刮一個傷不見了耶 但是 你如果是平面地板 你只要有一個 我們要很大的破壞力 暴力的破壞 你只要有一個平面的 你就是 就不回來了 那這個只能用拋的啦 這個 全部拋掉了 那你又不可能在家裡拋嗎 因為我拋 我也試過拋過 拋一個角落大概全家都 你現在灰塵 要花三天時間 所以其實手刮地板 有蠻多的好處 有蠻多的好處 不過我們除了DIY之外 等一下回看看 怎麼樣對放你的公班公投 或是你找設計師 報價單給你一定要照單全收嗎 未必喔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さん上想想的 實質超完美 超完美 超完美 體驗 喜餅 結婚小物輕鬆夠足 幸福婚禮就在世貿三館 風暴紀元 四世代3D手遊 全面進化 首創軍團國戰 召喚你熟悉的英雄 進階你的英雄世界 風暴紀元 對不起 難為老大哥們 台灣之星巴巴系列配率 一分鐘就是只要兩塊錢 兩塊 你沒聽錯 你們最多就是比我們貴 四倍 四倍 你 打遍全台灣 通通只要兩塊錢 第一次到台灣之星 聽說你們是上網吃到飽 只要五八八 召送你往外三十分鐘 啊啊啊啊啊啊 四世代3D手遊 風暴紀元 楊麗品大型語句 《孔雷》 《孔雀》 7月9日至12日 台北國家戲劇院 寬宏售票 國際名牌精品展 最大OLED 15到18 世貿三館 讓您安心 盡興盡興 有尊嚴的 Lamigo 現在為您推出 日本伊豆半島 古道劍走之旅 拜訪名列日本百大的 靜連瀑布 獨家安排 雙劍走行程 《孔雷》 《孔雷》 Lamigo 《孔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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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一開始我們看到很多的裝潢糾紛 上千件 阿中哥你自己也遇過有類似的嗎 我先講一個我聽過的 我覺得這個最離譜的 台灣有個某大富豪 他的新的辦公室 裝潢好了 然後那個辦公室裝潢就要用一些盆栽 然後設計師本來有跟他 就是有訂個合約說我要放哪些哪些盆栽 結果他設計師第一次擺上去後 他說他不滿意 然後他就說我要指名要哪一家的 因為他要一個名牌 好 那個名牌就說好沒關係 我這個名牌我可以供應給你 就是因為他馬上要有發表會啦 要請大家朋友來看 他說你要我的東西OK 但是我要求付現金 這時候誰要付 到底是設計公司付 還是老闆要付 好 那那個設計師就說 可是他要求付現金 那個老闆就說 我包給你的啊 你就要負責啊 你要把這事情先給我搞定啊 我要讓我的這個發表會能夠過去 結果設計師就說好 那就趕快叫他先擺電 然後再請老闆說你這樣投不同意 老闆我都同意了 簽了 簽完以後 那個錢是設計師先付嘛 付完以後這老闆不認帳 所以原來他不付了 他說因為當初合約裡面沒有這一筆啊 可是是你叫人家去張羅 哇 我今天講的這三個都是在台灣 數一 就是前三名的 就是那種 阿龍都要大爆料 我就覺得 就我的立場我是覺得 哇這個老闆好摳 嗯 但我後來也想說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設計師 在那個場合你要不要堅持說 我一定要要求你把合約寫下來 對 不是有報價單嗎 你就應該報價單都寫清楚啊對不對 對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尤其是 因為那個 那一拖就是一百萬 哇 那你這個一百萬 你這個到底要找誰付錢 要他摸摸鼻子真的太可憐了 那我自己碰到另外一個是 我那時候裝潢房子 然後我要一張餐桌 那我想說平常是比較小的 我們人比較少 但是我朋友來的時候我要可以拉開 所以那個 那個現在餐桌都可以拉開了嘛 那我就找了一家這個家具店 那這家具店號稱就是說 只要是米蘭油盞的 他都可以做得出來 真的 就是很會仿的就對了 好 然後那結果他就來跟我弄啊 然後我就說好 那你要能夠拉開啊 要伸縮自如 結果他說沒有問題 結果你知道嗎 我花了快十萬塊 結果要拉開的時候 我必須要趴到地上 然後有一根橫樑把它拉出來 然後又把它卡住 我說我怎麼可能做這種事 我要付你這麼多錢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你那個要撐住啊 你要十幾個人做要撐住 就必須要這樣 我後來就給他退啊 後來你把他退了 我把他退了 但是就是鬧得不是很愉快 對 一開始就應該有報價單嘛 那像剛剛那個設計師吃虧嘛 我們到底報價單要注意什麼啊抱歉 其實報價單真的有很多 沒有辦法一定要注意 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第一個呢 你們看報價單 第一個 公司名稱電話一定要有 哪啊 這個一定要有 有些你知道現在網路發達之後 很多是詐騙公司的 第一個 公司名稱網路一定要有 然後你還要去查公司存不存在 對 那都查到 那個引力事業證什麼都可以查到 那再來就是 你要確定這名字是不是你的 有時候他會拿錯報價單 跟你講到半天 結果 不是你的 只看價錢很滿意 只看價錢很滿意 那第一個要覺得 我要先講 你不要看總價 好看總價人最笨 因為我碰到很多案子就是 看總價結果呢 我曾經碰過一個案子 一個報100 一個報150 結果呢 100那個沒有儲具 沒有衛浴設備 沒有冷氣 還可以這樣 對 然後你誤以為 一簽下去後面一直加 都可能最後比150還貴 所以你第一個不要看總價 千萬記得不要看總價 你要看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你的品項 它上面會寫品項 品項會有細項 細項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那個 你要確認你的數量 你是多少數量 譬如說幾瓶啊 幾支啊 多數量 這就是它的單位 你知道現在很多 其實大部分都有計價單位 像瓶啊 像那個幾瓶幾尺幾米都有 但是現在很多人喜歡搞 市 一市兩市的市 噢 市這個字眼非常的模糊 這單位好奇怪 對 就是模糊一對 就是我曾經碰過一個 就是鞋櫃一市 結果呢 就幾個城板 對 所以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有鞋櫃還是要 抽屜之類的 所以看到市 你要開始警覺 這真的是陷阱耶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那個 再就是你要確認規格 到底要什麼規格啊 幾尺 多寬多長都要注意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材料等級 然後最好有品牌 品牌型號都寫清楚 不要跟我賴 再來就是你的施工法 要寫清楚 施工法也要寫清楚啊 對 真假如說 你施工法要寫清楚 你打算用什麼施工方式 你這樣報價下來 你才會很 很能夠維護你的自己的那個 你的權益 哇賽 那合約到底要怎麼訂呢 休息一下回來 幫大家揭秘 馬上回來 好 來 現在買 Toyota全車系 就送大金空氣清潔機 五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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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超優惠 所以說三次 床在世界中年期 全管床墊五八折回饋 美國筆格名床 謝神力 維護一千二 加碼送金米露木床架 床墊海瓶按摩 調整床 確保三千C 請來床的事社 AASIA 美洲司台 一飛八回島 三個盤數二八八元體 通明準 情結束玩 最低套架只在 船字蒸蠶 海北珠寶 鑽石 北線大展 十五到十八 世茂三館 asona 來�我 beyond e 就是GNC GNC GNC 我们一直都在 火力宝贝炒鸡板 地图地活热将开 选鱼游 先问GNC GNC三小鱼游 一颗比外面三颗 是世界顶级的优质鱼游 现在知道要问专业吧 全球最大保健食品专卖店 GNC 您现在收看的是 GNC 电卫星电视台 2013年 东京深澳演出代表 日本光影舞团 AERA 7月31日至8月2日 台北国家戏剧院 宽宏售票 新典风潮 新影无限 GD百变3D 死铁钓饰超迷人 还有防防飞玩组 一回味新典魅力 10点10 11 11 全国最继指标 台北婚纱博览会 15到18 世贸三馆 史上无敌组合 最长动作几句 换新手机哦 换新手机 来台湾大哥大 享受全民旧机换新机 旧机现场孤 新机马上换 买空机也可以 各家精子能提手机吗 配件电信账单都可以 欢迎各家电信用户来 旧机换新机 人呢 欢迎光临买凤 在店办公桌 专座机器人 你自己会觉得 有着他生命吗 我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也没有想过 真的可以把它完成 我想说会做一步 算一步 华菜二代主 超嗨 做农夫 我们还是一个岛国 所以我有一些东西 还是要进口 可是你看我们身边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 不一定要是什么松露 对我来讲 像这个茄子 它的价值 就跟一般污泥一样 TVBS三百同步 每周日56台 跟设计师大逗法时间到了 你合约到底要注意什么 当然要问律师啦 蔡律师 刚刚阿中哥讲说 庄王要找那个专家陪同 找什么专家 找律师就对了啊 因为后来那个发生庄王就问 都跑来找我们律师打官司 至少都要找你不如先找 但是预防重疑治疗 我们怎么避免这些问题啊 其实也有提到说 今天那个估价单嘛 写那个仪式 那个根本就是很笼统的 你要有明确的那个施工项目 包括说它的规格 包括它的品牌 那这些项目都订好之后 怎么注意之后 钱啊 做到什么东西就有什么钱嘛 其实像我们装行到最后啊 很多东西是那个 设计师会让你挑的 比如说那个什么 玻璃的颜色啊 还有这个壁纸啊 那时候我的设计师很坚持 你知道吗 她是一个女生 她说把我整个房子装行的 像那个乡村风格 我硬要用这个 其实跟乡村风格不太搭 她很坚持喔 她说 拜托一下你 可是那是我的作品 你要尊重一下 后来当然要听我的啊 所以很多问题 要跟设计师沟通以后 就比较不会有纠纷 包括说项目金额 那另外就是说 那个付款的方式啊 应该是一边做 一边验收 一边付钱 这边有密码哦 有人和约写说验收付款 那来验收啊 那没做好要不要付款 这也是验收付款 你要写验收通过 才付款啊 通过 表示检查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就是那个 完工的期限 你知道吗 装潢有多辛苦啊 我还有客户 本来是当做结婚的新房 后来官司打完 小孩子已经三岁 才搬进去你知道吗 所以完工的期限是日立天 还是工作天 这个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就是预期怎么罚 不然就随你拖都控制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罚则定出来 他就会担心罚款 就会照这个时间去做 那当然这个 做完之后要有那个保固的责任 的部分也要去履行